我們這邊將來介紹ASB.NET MVC AzS非同步請求JSON格式資料 在MVC的檢視頁面中 我們可以使用AzS這種非同步傳輸資料的方式 來取得後端伺服器所產生出來的資料結果 那在傳回這些資料的格式 我們除了使用以前我們所介紹的HTML這種文件格式外 我們也可以使用單純的一般的TEST的文字格式 那比較多人使用的話其實是以前的像XML這種節點式的文字格式資料 那因為你使用節點式的文字格式資料 我們還可以使用一些節點的這種過濾的方法來幫助我們取得 例如說當我們傳回資料的這一堆資料裡面 我們還要再做一些條件的過濾 那我們就很適合可以使用這種XML這種資料格式 那此外現在比較多人會使用的是一種所謂的Jetson的格式資料 那Jetson格式資料它主要就是改良 以前XML這種節點式的資料格式它比較肥大 那Jetson的話它有做一些輕量級的瘦身 所以說它讓資料可以壓得更少 再加上說它有把一些物件的這種操作的模式把它融合在這裡面 所以說當我們在取用Jetson格式資料的時候呢 一樣也可以做到一些像過濾啊或者是說一些操作會更方便去操作這些我們取回來這些文件資料的這種內容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介紹一下這個所謂的這個Jetson格式資料相關的說明 首先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呢 我們有呈現的這一些好資料的內容 那第一行的這邊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我們有在一個類似欄位資料裡面去取得某個欄位的它的這個值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除了這些姓名之外呢 後面還有一些好數字的這個數值的部分 那後面這邊呢我們有顯示了一個 有點類似像矩陣的這種資料呈現方式 然後下面有這個單一資料的呈現 那還有一個時間日期的資料呈現 那這些資料部分都是我們使用那個Jetson格式所產生出來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相關的程式的操作 首先我們先開啟Vue Studio編輯器 在Views資料夾底下的Index程式檔 我們先檢視頁面的檔案我們先把它打開 那我們這邊有提供一個非同步請求Jetson資料的相關的說明 那大家有空可以再看一下 OK那我們先看一下 在一個我們常見的基本的那個Jetson 表示一個學生集合的資料如下 我們這邊有個範例 在一個Jetson裡面呢 我們會使用中瓜糊 方框 我們方框框起來的部分 就是這個整個方框 可以發現這邊有個方框 方框框起來的部分它是為一個集合 那在這個集合裡面呢 我們可以 其實就像一個 有點像是一個資料庫裡面的資料表 裡面的一個這些資料集合 那在集合裡面的每一個像紀錄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這樣子的 應該是瓜糊 把它垮起來 那這一個瓜糊呢 之間會有個竇點 來做區隔 所以說 其實這樣子一瓜糊 其實就代表一筆資料的紀錄 好那可以看到這邊的話呢 在Jetson裡面它是稱之為對象 那在這個方框裡面是所謂的集合 OK 那我們這樣的話就可以去做訪問 例如說我今天要訪問去取得一個 哪一個這個應該說他們的那個對象裡面 某個名字 這個值呢 我可以把它整個取出來 那我們如果在Jetson裡面呢 我就可以去做這樣的操作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它大致上Jetson的格式之後 那你可以看到 像在欄位的描述裡面呢 它是採用前面是這個字串的方式名稱 那後面的話呢 就可以經過一個這個冒號 去做區隔之後 後面這個就代表這個欄位裡面的值 那你可以看到它除了有字串 是刮起來 兩邊刮起來的部分 它這個24是沒有任何東西刮起來 代表它是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數值的部分 然後底下呢也可以 接這個布林值 就是True跟False 那前面的欄位名稱 基本上都會用那個 字串的方式把它刮起來 好那 了解這個格式之後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範例 首先在HTML文件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Body這邊沒有設置 那我們只有在head這邊有設置東西 那head這邊我們就有設置一些 JavaScript 我們會來產生那個Json的 這個物件的這種文件格式 首先我們先宣告了一個 字串的變數 然後這字串變數呢 我們去把剛才這些 這些看到這些Json的這種 物件的部分 結構我們把它用字串的方式把它串起來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刮弧 那這刮弧裡面呢 我們這邊還 這應該是一個對象而已 它沒有一個方框 所以它應該只是其中裡面一個對象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字串把它串起來 那裡面有個這個叫First Name的名稱 然後給一個這個值 那它還有一個叫做SundName的名稱 然後也給了這個值 那這裡面第三個 這邊還有一個Phone 那Phone的話這邊有個電話號碼 這樣子這個值的名稱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電話號碼裡面 它還有一個還用個方胡光起來 所以這個電話號碼裡面自己又可以 有裡面的一個集合 那集合裡面其實就代表這個電話號碼裡面 裡面有兩個對象 就這兩個對象 OK 那我們這邊就透過 Jason裡面有個叫Paste這個方法 那這個Paste方法 我們去把這一個字串呢 要把它轉換成序列化 我們稱為所謂的序列化成物件 那我們把它轉成物件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透過這一個 這個Content這個名稱 我們就可以去點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點的方式 就是所謂的物件 然後後面點 然後去取得它後面的對象 那我們的欄位名稱 那這個欄位名稱 我們是取得這一個 所以我們就在畫面上面呢 就會把這個的名字的內容 把這個紙把它秀出來 那這個的話呢 它是取得First Name的這個 所以它會取得這個內容 那接下來Content 它會取得這個Font 所以它會取得Font的這個內容 所以就會變成剛才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這樣子的內容的形式 那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邊的話它有使用 就是我們這邊有建立一個陣列 就ABC 這個陣列的項目 然後我們使用 Json裡面有個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裡面 它可以把陣列內容轉換 轉換成 那個一般的這個自傳的方式 所以說我們透過它這個處理的話呢 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時候把它印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畫面上面這樣的結果 接下來我們再往下看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去把 Json裡面用PASS這個方式呢 再去把這個 自傳轉換 把它自傳 因為這個 剛才上面的這個方法呢 是把陣列內容轉換成 自傳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把原來的 這個所謂的那個自傳內容呢 重新再轉回陣列 所以說我們再把這個自傳轉回陣列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 畫圍的方式呢 可以去用回圈的方式去把 這個好陣列的內容 去把它取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取出來的話 其實就是陣列內容 就把它印出來 那可以看到的話 就是這邊好會印出CBA 那這是用回圈 印出來的結果 那接下來呢 下面這邊 有提供的一個方式 它就是用來 把 Json裡面的這個 裡面的日期呢 去把它做一些轉換 因為 在Json裡面 它所提供的這個日期 它是屬於 它這邊有說明 它是屬於國際標準組織 這個iOS的日期自傳 那我們透過 下面這個程式碼的方式 可以去幫它轉換成 國際標準時間 UTC 這種格式的 Day的物件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就有提供這個 下列這個程式碼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那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做轉換 好 那我們 這裡呢 就介紹 這個 所謂的這個 非同步請求Json的資料 這種格式 那我們就介紹到此 好 謝謝